日本历史上精致的漆器和工艺品等背后 都蕴藏着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日本东京一家迷你厨房庵 就是其中唯美的一处 忙碌的厨房里 各种肉类蔬菜等食材 正等待着被加工 已经摆好盘 准备上菜的料理 泛着美味的油光 架子上整齐排列的 炉火上正在加热的铜锅 是大厨称心的道具 这些不是普通的厨房 而是根据真实厨房制作的 以十二分之一等笔缩小还原的迷你厨房 为了如实展现原貌 制作者在接到订单后 会细心观察拍照对比 厨房内所有储具的样式 食物的摆盘 水龙头里流出的水 甚至在细微的污垢 以及凹凸上都力图完美呈现 位于东京荒川区的迷你厨房庵 由和和行雄先生一家三口经营 制作以厨房用品为主的迷你模型 金属加工匠人出身的和和先生 对精确有着异乎寻常的追求 在把握好锅制品的大小的同时 并使其达到跟实际锅的形状完全相符 这是非常困难的 每件作品我都用心在做 妻子昭子女士和女儿负责粘土木制品 小小的粘土经过细心的雕琢 变身成一道道精美可口的料理模样 虽然不冒热气也没有催烟 但当别人看到这些 就能马上联想到 这是热气腾腾的晚餐 可口的炖菜的话 这是我最高兴的事 迷你厨房庵的精美作品 也曾在美国展会展露头角 吸引了海外粉丝慕名前来 很多场面如居酒屋 诊所 厨房等等 很有趣 在颜色和很多细节上表现得栩栩如深 这是老先生 夫人以及女儿 倾注一身的工作 真的很棒 很微观 很漂亮 我会推荐给我的朋友 温暖的料理模型 精益求精的金属厨具 迷你厨房庵正在用匠心和温度 打造着更多的迷你作品 疗愈着更多的人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